《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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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大伙 你还是最近有问题 谢谢 你见到自己 那最大的压力是什么 现在 现在就是 不能成佛吗 不是吧 因为前年的时候 我也发大愿说是 生活里面现在最大的压力 压力 现在好像没有最大的压力 自己也有 舍 就是有东西需要舍 障碍在 你需要舍弃一些你喜欢的东西 你会有一些突破 舍 家里的柜子买 几个大部分的衣服全是 买买买的 舍一柜子吧 哈哈哈哈 舍去你喜欢的东西 你舍了突然就开了一个口 就在我这里面就觉得 就觉得没过 你试试舍吧 就是把那种 你认为说是 哎呀这不就梦坏泡影吗 就梦坏泡影的舍一次吧 嗯 有时候舍了你才能看清楚 不是要放下 不是说我们放下那件衣服 举个例子 有时候舍了你突然发现 你的前面亮了 就是你才能看清楚 有时候拥有总是看不清楚 知道吧 拥有这个时候挺 不思楼山真面目 子爷生在慈善 拥有的时候 你看不清楚 有时候旁观各种也看清楚 但有时候拿起 可能也会看清楚 但是你需要舍 那现在你是自己 应该在哪个法面里面去 去心理自己 去心理自己 舍啊 我再说一遍 舍啊 你得的太多了 嗯 你在承道的路上 得到的太多了 得了太多了 嗯 你一直在求承道 一帆丰盛德 不全地在求 不全地在求 求得到 知道吧 你那些得到那些 从来不舍 就想得 就想得 得罚 得灌顶 得加持 是吧 得所有的 什么都 得一帆封送 迅速成道 但是 舍过什么 对 是的 就是舍 你会有一个突破口 不是说舍了你就能 我不是建议大家去修 舍 把自己老公舍了 老婆舍了 孩子舍了 什么 衣服全扔 扔到窗外去 你扔上一万件也不行啊 不一定 但是你修行到一定程度的 你卡住了知道吧 你要寻找到你在哪 就是你的突破口在舍 其他人还被定 其他人舍了没用 你 你就在 修行的法门 我觉得对你尝试都没有问题 你都可以尝试一下 也没什么 你要的是成就 知道吧 要的是修行的成就 不是那些法门 那些法门 我觉得已经挺多了 金刚进 经典也看过了 该做的都做过了 是吧 你为什么没成就 除了说自己的习气 比如情欲啊 习气啊 说外在的都喜欢的 那些衣服舍不得 舍不得 你怎么能舍得我呢 舍得自我呢 到最后 连佛菩萨都要放下的 佛菩萨比那些衣服漂亮多了 佛像 法像 比你那件衣服漂亮吧 你都舍不得 你还怎么破坏所有像呢 还有就是 我们经常假如说 因为生生士的父母很多嘛 如果大家经常会问 在修行里边说 你觉得母亲 母亲经常出现啊 或者是什么 你真的要瞧瞧自己的血液 知道吧 就是我们血液里边 轰浊或者什么 会 因为父亲母血嘛 就是你跟母亲的链接 就是你的血液就注意了啊 就是在情欲这一块 在情欲里面 就是 父亲这边就是骨髓啊 就是或者是骨骼这一块啊 就是进化一下 或者是瞧一下 洗骨啊 洗髓啊 洗髓啊 就是各种法门嘛 就是 进化血液啊 就是 饮食上要注意啊 或者情欲上 自己要 清心寡欲啊 这些都要注意 否则就是 梦里边就会出现 比如你血液红浊啊 或血液粘稠啊 血液粘稠 或者血液包 容易摸到母亲的 出现母亲 恩赫赫的看着 因为你是父亲母血组成的 啊 会改一些图像过来 有些真的是 母亲可能真的是有问题 或者是 但是 母亲恩赫赫的看她 或者母亲 说这一顿门被超度了 难道母亲没投胎吗 肯定也投胎了吧 是吧 但是都是幻想你知道吧 就是怎么说呢 比如说 比如说 这位师兄的母亲走了啊 那现在她肯定投胎在六道嘛 已经投胎 投胎是另一个人了 但她这一世母亲的 信息是不灭的 就是每一世都不灭 这也在时空中的 就是 所以我们上坟的时候 那个就是说 我们上坟去去扫墓的时候 母亲那个信息还在的是吧 就是 你扫的是这一世的 不是她的影像 不是她投胎以后的 那这一世的影像呢 她跟你的气血 她还是有关系的嘛 就是你 比如说 那个影像 她是永远不灭的 又狠的 不灭的 不会灭 就每一世都在时空都有的 所以你用树面图 你才能看到她每一世的东西嘛 就是 所以她看到了她母亲在高兴 或者她母亲在不高兴 到底是她真的假的 不可说 知道吧 有些是不是不能以真 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种话来定义的 你知道吧 是吧 她认为真的就是真的 她母亲就是每天晚上 黑着脸找她的 她认为她母亲笑的就是真的 对她来说是真的 对你就是幻境 对你就是她的一个幻境 执念 知道吧 如果她母亲现在轮回 轮回投胎坐在这 假如她母亲已经投胎了 坐在这 那我跟她说这句话的时候 她母亲是没感觉的 说 哦 上一世的事啊 是吧 有啥意思呢 是吧 上一世的 上一世已经不存在了嘛 对她妈妈 是吧 她会在意上一世笑 还是笑还是哭吗 你会在意是你上一世是笑的 还是哭的吗 你现在 我说你上一世哭 你会在意吗 不在意 你上一世笑 你会在意吗 不在意 你女儿在意 上一世的女儿在意 我要现在回到上 你的上一世 见到你上一世的女儿 她还在那说 我昨天梦见我妈哭了 我昨天梦见我妈 是吧 对你来说 你是上一世吗 那上一世是你吧 上一世因为这是投胎 真的假的 你就认为不是真的 但你女儿认为是真的 总的来说 我们经常被梦境所骗 到今天为止 一直在这儿 知道 比如看见我 念头发梦境所骗 开玩笑 你修行 你为什么听他们说 不要跟他们比 为啥要跟他们比 我们要跟释迦牟尼佛比的话 人家一生下的会走了 不能不跟他们比 知道吧 修你自己的 你就是你 知道吧 或者心里 可是每天 就是那个高兴来 那种 对 修你的 OK 完全正确 不用跟他们比 对 就算左边做上文书 右边做到观音 你也不用跟他们比 我是我 我本性也是佛 只是你们凶得走 我慢点 没关系的 就是今天不经济嘛 是吧 你觉得我走得对比 还是人家都能醒了 我觉得 你走的是对的 嗯 没关系的 我觉得你可以的 嗯 不要听他们说 是吧 他们还不一定静静 你认为他们静静而已 他们坐在那乱想 是吧 然后你在那儿惭愧的 已经不得了 他们坐在座街上 晚上吃什么 明天去干什么 是吧 你在那儿看人家打坐呢 你在那儿惭愧呢 是吧 人家又能念 又能胃 又能打坐 人家 他让我自己 自信感觉很好 是 就跟着你的感觉走就行了 是吧 你可以的 就爱你的脚 就爱你的脚吧 就爱你慢慢来吧 啊 不要跟人家比 是吧 嗯 不要跟人家比 能行 挺好的 没问题 挺好的 继续啊 谢谢 肯定可以的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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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